有民眾吃喜酒 上了這一道菜 全桌人驚呼 旁邊的炸湯圓灑花生粉 大家不陌生 但是中間的那一團是什麼 不知道是蒸過的馬鈴薯 還是芋頭 芋泥跟鳳梨 仔細看中間這一團是芋泥 包著鳳梨 這一道喜宴菜 在北部相當少見 在南部偶爾還看得到 餐廳老師不說 這在早期社會中 是從九家菜演變而來 以前的甜點不像現在這麼豐富 八寶芋泥就成了飯後甜點 後來被人用在喜宴上 簡單版的作法就是 炸湯圓象徵花好月圓 芋頭是很容易繁殖的植物 有多子多孫的象徵 中間的鳳梨表示旺旺來 這一盤菜就有甜蜜圓滿的 好彩頭 好彩頭 而現在喜宴上大多只剩下 炸湯圓比較常見 中間的芋泥常常被省略 我不能說他們都是完全 對 不能這樣說 就是說 每一個菜的作法不一樣 而像是老師傅倒地的九家菜 古早味作法 芋泥還要加上八樣食材 蓮子 紅豆 葡萄乾 黑豆 龍眼乾 木瓜絲 鹹鴨蛋黃 枸杞 最後淋上濃密的糖汁 吃起來幸福感十足 儘管現在喜宴上很難看到 難怪會有民眾 就算是看到簡單版的八寶芋泥 會這麼驚訝 三地新聞廖國修 何正鳳 嘉義報導 athe美術 與 researched 各位 憂